北京时间5月26号,旧爱媒报道称 好莱坞巨星约翰尼·德普的妻子 比特小22岁的爱媒伯·希尔德 5月23号已经正式向法院起诉离婚 她给出的离婚理由是不可调和的差异 同时要求德普支付配偶扇养费 两人的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15个月 这对于约翰尼·德普来说可谓是双重打击 因为就在上周五,她的母亲刚刚去世 另外,德普主演的新片《爱丽丝镜中奇遇记》 也将在本周五上映 在片中扮演风貌似的德普 恐怕没有心情再为影片宣传站台了 据悉,约翰尼·德普和爱媒伯·希尔德 2011年拍摄《狼母九日记时》相识相恋 2015年2月正式结尾夫妻 而他们上次结伴亮相 是在今年的4月19号 在本月初的《时尚奥斯卡·麦特嘎拉》上 德普本计划携妻子一起出席 但最后时刻她改变了主意 目前德普和爱媒伯的经纪人都没有回应此事 爱媒伯的父亲也对女儿上诉离婚一事毫不知情 感谢观看